好,那沒問題的話我們就往下看 來看到的是第八頁 那第八頁我們來看到的是關於所謂的代理的部分 那代理其實我們在法條有規定的代理是針對有問題的部分 那就是隱民跟無權代理這兩大類型 那我們現在看到隱民代理的地方 隱民代理按照第九條規定代理能為宰明、為本人 代理之者簽名於票據者應致付票據上責任 那我們這邊下面就有個題目 那這題目想要簡單的 這個是把條文拿過來抄一次 所以答案一樣選B 這時候是由代理人來自己去負責 所以這邊是B的選項 隱民代理有還是稍後跟同學講一下他的架構 讓同學當作複習會比較好熟悉 題目其實有些時候他會騙實立體 我會去把這樣子的一個關於稍微提一下 比如說假送與代理權給以 然後要求以發票 所以比較完整的內容是這樣子 就是說今天 在發票的欄處 比較完整的寫法應該是假式本人 那旁邊寫個以代理 這是一個比較標準的寫法 但是如果今天以呢 可能他有一些 考量或是他就單純偷懶 他這些都沒寫 他只有寫以這個字 那接下來喔 丙他也是明知喔 明知是什麼 明知乙是代理人不是本人 那這個情況我們叫所謂的隱民代理 好隱民代理 好那隱民代理 明法有明法的規定 但是你不用選太複雜 我們就票去法想就好了 因為今天有所謂的乙的簽名 所以基於所謂的文藝信 好基於文藝信看到只有以簽名所以以他自己就要付所謂的 這個 發票人責任授權人責任 你用這樣想會比較好想 所以答案選的是B 好再來是這個 無權代理 那你看國之瓜二 無權代理的話 則是第10條的第1項 直接致負票據上責任 那無權就是代表你根本沒有得到代理的授權 那第3個是月權代理 那這邊是 余月代理的權限 10條2項 好就權限外的部分由月權代理人負票據上責任 好那我們再來看到是票據的瑕疵 第一個來看到是偽造 15條 票據之偽造或票據上簽名的偽造 不影響真正簽名之效力 好那請同意把一個重點圈起來 就是簽名 好我們主要的一個偽造呢 他的一個 標的或是他的對象就是簽名 那偽造也可以這樣想 就是無中生有 那你說你是對什麼 對什麼 比如說票面金的人啊 到期日啊 發票日都不算 我們主要針對是簽名的部分 好所以我們就來看到下面這個題目 他說假簽發本票一張給宜儀 作為買賣的交付 好最為買賣家經的給付 那以後呢好 不慎遺失該本票 被秉檢到 秉為造以的簽名 被署轉了給自己 然後呢 在這個 本票到期日後 向假主張票據上權利 好那何者是證券 我可以在那兒 讓你修正的電話 來吧 我可以看到 我可以看到 在這兒 有多次的電話 我現在是 把那些電話 有多次啊 在這兒 不怎麽 一些音樂 的話 可以 好,我們以票據的正面記載來說的話 就是可能會有情況就是假 在這邊作為發票人 所以他這邊有發票行為 好,以在這邊是作為所謂的售款人 好,接著我們一般的背書 如果是比較完整的背書 就是在這個 上面這邊寫上所謂的背書人的名字 好,那接著再去寫上背背書人 這邊就是背 好,那會這樣寫是因為 讓同學比較了解完整的記載方式 而上面以背書的這邊呢 有沒有問題,有啊 這邊是偽造來的啊 所以其實根本沒有做背書的行為 因為你背書行為必須要是以真的 自己把這張票的權力一轉給丙才算滿 那今天沒有啊,今天是因為撿到啊 所以這個上面的記載都是丙去做的記載 好,所以我們把它換成關係圖來看 你可以這樣子來理解 好,以跟丙的這邊的權力移轉其實是空的 好,是沒有移轉 那沒有移轉的話,丙他有權力嗎 好,因為他其實整個過程中他都是惡意的 整個都知道說票其實是遺失的 所以他這邊也沒有任何權力可以去主張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寫下一個小結論 就是今天的丙,他這邊是無權力的 好,那既然沒有權力的話呢 好了,而者證券我們答案選的就是C 不得享有票據上的權力 那相對來說A、B租都是錯的 那你沒有權力其實自然其實也沒辦法去做追討 好,再來我們看到的是 國字瓜二 票據的變照 16條 那變照 這邊主要是票出去 那針對的不是簽名 是簽名以外的事項 比如說 像是最喊考前 或是到期日之類的 那我們的變照呢 就會看你的簽名是在變照前 還是變照後 有不同的責任 好,我們就直接看下面這個題目 你會比較好了解 那說發票人假簽發 面額五萬元 支票給以 以背書轉讓給丙 丙經以同意 將票載金額改為十萬 背書轉讓給丁 丁再給戶 戶為戶款提示 不獲付款 那下面敘述何則錯誤 好,遇到這種題目 其實人物關係有點多 那你可能就花點時間畫一下圖 我覺得OK啦 換一下圖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所以今天這個甲過去五萬 以過去五萬 但是今天這個 丙呢 這邊去做所謂的變照 他把五萬的金額呢 就把它改成是十萬 好,所以 丙如果把這張票又過去的話 就會變成十萬塊 好,頭上到尾 低音過去也是十萬塊 那我們今天的一個變照 大原則就是從這邊一刀切 好,往前的話就是原有文藝負責 好,往後則是所謂的變照文藝負責 所以我們來個選項錯呢 我們答案錯是B選項 我們答案錯是B選項 好,所以我們來個選項錯呢 我們答案錯是B選項 好,他說以簽名在這個 以背書簽名在變照前 所以他只要負擔五萬元的 好,票率責任 同樣說這個我怎麼錯 不是正確的嗎 已正在前面啊 這邊還有個小美高也算是很常考的 就是如果今天已有做同意或參與 好這時候不好意思啊 因為畢竟你做同意參與嘛 所以你這邊也是要 一 變造後的文藝負責 好 所以這題大致上是這樣的操作了 好 再來是改寫這個你稍微看一下在11條的三項 那最常考的就是金額 就是金額不能改 所以你在8票的時候你不要把錢寫錯了 請你重寫一張 不要在那邊屠屠改改 因為屠屠改改這張票就直接無效了 好 再來是屠銷17條 這個在我們的總論 比較少考 比較常出現是在 匯票的部分 因為跟 屠銷倍數會有關係喔 所以你就稍微看一下 好 再來我們看到國資6 票據的抗辯 那票據抗辯其實就是跟我們剛剛提到的無音性有關 那抗辯類型我們就直接來看好 主要有三類 相對抗辯 惡意抗辯跟所謂的對價抗辯 這個我後面看到題目你會比較好理解 所以你稍微注意一下 好 有相對 對價還有惡意 這個我還是稍微舉一下所謂的相對抗辯 因為並這個是基礎 這有些反應是否有的 就不能夠有些反應 是否有相對抗辯 如果我們有相對抗辯 會否有的 你會有些反應 我會不會有的 是否有長抗辯 那是否也會有的 也會不會有的 我們有的 有的 好,譬如說今天因為買賣關係,所以家把本票給倚 那如果今天的倚呢 後來遇到了這樣子買賣變成無效 那他拿張票跟家去做請求 請求給付票款 好,這個基本上就可以直接打個叉 這不行 因為這個有點沒道義 阿你今天這個買賣沒了,你知道票還人家 結果你說阿不對,好像我有本票,我先做本票才訂 那這時候假當官說,我幹嘛跟你錢 我們這個買賣又沒了 所以這基本上假是可以直接去做抗辯 這個可以 那這個我們當然前面也有講過,所謂直接前後手的抗辯 好,但是通常我們考試會比較延伸 就是說如果今天後續呢 好,以要把張本票給了柄 好,一樣是基於所謂的買賣 所以換句話說呢,現在的情況變成是柄 像假如果去主張幾付票款 好,這時候假還可以拿說 我今天跟已經解除契約了 沒有買賣了 可以拿這個原因關係抗辯嗎 答案叫做不行 所以這時候柄像假主張這個可以 抗辯的部分則是沒辦法去做主張 好,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的柄它並非所謂的直接前後手 好,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在13條本文所有的一個概念 那其他都是從這邊去做延伸的 好,所以就請同意把握一下 比如說柄他拿到這張票,原因是什麼 我就單純買賣 好,就是實際上本文 好,但是如果他今天是跟你串通好了 那你今天知道說買賣沒了啊 他今天跟假要這個票款不行啊 串通好了 你把這個票給柄用 那當然這時候柄去主張合理嗎 不合理嘛 這感覺有點邪惡 好,所以如果是惡意的話 就是我們剛剛彈書的惡意抗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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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